臺北市政府從三月七號開始 對全市三萬多名的女國中生 推出生理用品補助政策 每個月學生都可以到便利商店 兌換兩百元的免費生理用品 希望能夠更消除月經貧窮 App上點選簡單步驟 螢幕上跑出來的條碼 拿到便利超商就可以兌換 價值兩百元的生理用品 這是臺北市三萬多名的女國中生 從三月七號起就直接受惠的好消息 也是臺北市府全新推出的 生理用品補助政策 一生中女性要比男性多了一筆 可觀的生理用品開銷 為了擺脫月經貧窮 像肯亞 加拿大 從女性免稅制度做起 還有國家免費在全國學校廁所提供生理用品 而臺北市府也希望學生在國中階段 能夠真正落實性別教育 大方到便利超商兌換衛生棉 包括衛生棉 棉條 護墊 學生每個月都可以透過庫克雲App 青石森平台 以及到萊爾夫機器列印單子 等三種方式到籌商免費兌換生理用品 臺北市府一共編列了六千一百萬元的預算 未來是否擴及國小戶溝中 也正在研議當中 記者朱鋒之物齊稱 臺北報導 記者朱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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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朱鋒